重要训练元素 记住了听我讲 接下来的内容价值千金 竖起耳朵四百位同学啊 我已经把刚才 沉不住性子的人耗出去了几个 好 现在开讲 提起来注意 我们发力提和沉 我们把它看作一对 开发你身体核心的 气息的这个重要的训练教材 提起来沉下去 一起一伏 动静之间 呼吸 看表达出来 气息是什么 它也得有地放始 对不对 坐在这 看几乎看不到 第一排勉强能看清 但是第十排的观众 二楼的观众 看不到这个演员的呼吸了 没有了 但是提沉 会让最远的观众 看到你跟他招手 会感觉到你的失落 和心情 对不对 再远的观众 体育场 杭州亚运会的体育馆的最后一排观众 也会看到你的呼吸 不一样的呢 因为有些人做 跳舞的人 对不对 所有要跳舞蹈作品 要跳舞的人都要学习 提沉 好 提沉的正确的发力位置 在哪里 不在什么尾锥骨 盆骨 各种骨 各种这个玩骨头的老师们 不在各种骨上 在一个轴心上 这个为什么是一个轴心 而不是某一块骨头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不是解剖 而是舞蹈艺术化的表现 我们要学它干什么 要跳舞 要能用 要能动起来 要能进行肢体语言的表达 塑造角色 表达感情 融入音乐 所以你要掌握的发力的起点 老师好幽默 你要找到的发力的起点 是一个轴心 这个轴心可以千变万化 这才是咱们的中国文化 咱们的中国人非常讲究道 茶有茶道 是不是啊 见有见道 舞呢 也有五之道 那么我们的舞之道 就是五感提升的这个体系 就是古典舞身孕的这套方法论 它不光是跳古典舞 跳民族民间舞 你都要用到它 因为腰的这个轴心 带来你起伏的变化 横移的变化 摇曳的姿态 凝转的吞吐 看到了 出去回来 前推后移 因此你掌握腰的这个轴心 才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坐下来练 先固定住你的盆骨 因为我们一跳舞站起来 往往有很多同学就喜欢有这样的 比如说出胯 或者是舔肚子 哎呀 或者是歪了 这样的动作啊 你的盆骨 由于咱们同学们没有接触过 专业的训练 核心不够稳定 对不对 肚子都松的 所以你对整个的盆骨 对你的核心控制力不足 所以我们会从坐跪立行第一步 坐的这个训练阶段 来开始训练提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来要先坐着点 或者盘坐在地上 哎 或者像我这样坐在椅子上 都是可以的 明白 坐下来先稳定住你的盆骨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运动 可不可以从尾椎骨开始发力 从盆骨开始发力 你看第一个 如果跟李老师一样 你理解咱们北五学院派 这套教程 出发的这个训练目标 你就会知道 不可以